你知道歌坛单挑王为什么是歌登吗 因为他凭借10%的战斗力 以及90%的主角光环 横扫整个歌坛 就在刚刚歌坛杀手组织的顶尖杀手 都被歌登斩于电梯之中 当杀手醒来时 他笑着问歌登 你是不是刚才接我电话了 歌登说接了怎么着吧 杀手笑道 你知道我是杀手组织的人吗 你知道我们组织有个规矩 就是任务目标不消失 我们的杀手就一批一批的来找你吗 听完歌登 心里歌登一下 即使是单挑王 也扛不住一批一批的呀 此时巴恩斯决定呼叫增援 他们则固守在此 就在几人等待增援时 第二批杀手已经赶到 双方开始了激烈的对战 虽然战况很激烈 虽然杀手人数众多 但是在歌登 以及巴恩斯的主角光环下 没一会儿 杀手就被消灭了个干净 巴恩斯让歌登赶紧离开这个是非之地 保不准第三批杀手已经在路上了 但就在这时 一个装死的杀手起身突袭歌登 巴恩斯眼疾手快 先飞了歌登 而自己则被杀手刺穿了大腿 而另一边的杀手老大 也接到了第二批全军覆灭的消息 他怒了 决定派出手中的第一杀手 去会会歌登 由于巴恩斯受伤 几人只能在此等待支援 在此期间 歌登几人从卷猫房间里 搜出了一件长袍 以及宗教物品 但是歌登对这些东西 却没有什么头绪 此时歌登接到增援 已经到了楼下的消息 但还没等他放心 电话里就传来了警察的惨叫声 寂静一会后 歌登也是硬气 说到一根矛 有本事你在那里站着 我下去找你 看我不把你矛好下来 随后告诉巴恩斯 我觉得不用等增援了 他们都完了 反正他是来找我的 我下去会会他 等歌登刚一到楼下 两人就开始了火拼 在此期间歌谈单挑王的技能又发动了 三五分钟后 歌登就制服了杀手 而此时被关在监狱的卷毛 对黑妹利用杀手组织 追杀歌登的行为非常不满 他让黑妹不要多事 这样只会影响他们的计划 歌登这种小人物根本不足为惧 我们的目标是维恩家族 而我们家族的守护教派 马上就要来了 只要他们一到 布鲁斯维恩毕斯 维恩集团 歌谈都将是我们的 到时候一个小小的歌登 还不是手拿把掐 就在他们说话时 歌谈一个码头 出现了许多身穿黑袍的人 他们默默的捅死了一个保安 向着歌谈走去 已经进到监狱的卷毛 为什么如此淡定 码头刚来的这群黑袍人 与卷毛又有什么关系 我们明天接着讲 关注锅说 明天接着更四集